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歐多貝 歡迎回來方舟生存進化 歡迎回來我們的這個 JSCO的模組 今天呢終於回來了 我們要開始召喚 各位期待已久的 JS模組裡面的生物啦 這個 繼上一集已經差不多 四個兩三天沒有 兩天吧 應該是兩天沒有出片了吧 前面都在出那個 陰屍路最終季的最終章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看 我真的覺得 最終季最終章這個 後面做的這個結尾真的很棒 但是也很遺憾的這個系列 就是那個陰屍路的系列 也就這樣結束了 就是沒有後續了 除非製作團隊想要再開一個新的 不然的話那個系列 大概好像從 第一季的時候就已經好幾年了吧 我其實沒有仔細去想 他好像是2014年開始出的章節吧 到現在過了四年 過了五年才做完 我覺得是超級久 超級久 應該是沒有猜錯啦 如果我猜錯的話呢 歡迎在這個影片下面 糾正我一下 然後呢 還是有很多的觀眾呢 都會一直留言跟我講說 老頭 你是不是不拍方舟了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件事情總是要一直不斷的重生 我是覺得說 不是不拍 是一直拍會很膩 這個我已經很常跟各位講 就是一直拍方舟會很膩 老頭想要做一點不一樣的東西 這就感覺跟你像每天都要寫作業 那種感覺差不多 你每天都寫作業會不會膩 會不會想要跟同學出去打球 對不對 就是會慢慢出 就是會慢慢出 好不好 不要一直問我 是不是不做了 如果我不做 我一定會跟大家講 就是這麼簡單 我如果真的不做方舟這個系列了 我一定會 想辦法讓大家知道 我不做方舟系列了 所以說呢 各位也不要自行腦補 什麼一兩天沒有出方舟了 然後就在那邊講說 老頭不出方舟了 並沒有 好不好 目前方舟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模式 基本上是不會改變的 好不好 好啦 前面講了太多有的沒的了 我覺得該開始了 上一集呢 好像有人說 我看一下 上一集好像有人說 什麼要召喚什麼悟空什麼的 我來看看 BOSS這個地方好像有一個 有人說想要看 抖戰神佛孫悟空 我們上次好像是看 地獄使者身行者是不是 是不是 那我們看一下抖戰神佛孫悟空好了 好不好 我看一下 怎麼感覺要跟之前差不多 欸 欸不太一樣欸 啊這隻 這隻跟這隻也不一樣欸 哇塞 這個孫悟空怎麼變這樣子 什麼聲音 什麼聲音 哇 我們的金剛非常的憤怒欸 看一下 他只是變金色而已啊 哈哈哈哈 打一下自己的臉 拿棍棒敲自己的額頭 啊好痛 然後你看他右手拿佛珠 哇靠 抖戰神佛孫悟空 長得跟那個孫行者一模一樣 啊該不會這所有的BOSS 全部都長得跟金剛一樣吧 都是不是金剛 都是巨人 沒其他技能了 大概就這個樣子 他這個C劍好像也只是一個效果 沒有任何的能力 而且 欸 怎麼不能跑步了 好可以 C C劍無法對他們造成傷害 只是一個示威的動作 好 而且這個左劍呢 會死我LAG 好 超級廢 不要理他 放著 哈哈哈哈 怎麼這樣子 好 這一個是 地獄死者 孫行者 抖戰神佛孫悟空 不敢放在這裡 等一下 等一下召喚出來 一排排站好了 OK 好 我覺得接下來的其他BOSS 應該也差不多都是長這副純樣吧 我還在想說要不要看光明行者跟 光明行者跟黑暗行者 欸 天蓬元帥豬八戒的召喚過了嗎 就是 就是我們上一集嘛對不對 啊這個沒召喚過 覆海 覆海大怪 角魔王 看一下 哎呀 一隻龍 一隻龍欸 哈哈哈哈 哇 然後幹嘛 重啟波 右鍵 右鍵打右邊的喔 西鍵 他就丟了一把劍這樣子 哈哈哈哈 感覺好像散彈牆有沒有 啪啪啪啪啪啪 右鍵 天下無敵的天下無敵的天下無敵的 這隻是哪一隻東西啊從來沒看過 他還綁一個很像那個 很像那個長蛾的那個斷帶有沒有 有沒有像那個 七夕情人節長蛾的斷帶 我把他排一起好了 附海大怪 這隻是哪裡來的啊 根據哪裡的東西啊 沒看過 不管了 總言之放在這裡就是了 好看完了 剩下的boss我們下一集再看好了 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前面一點的東西好了 我記得還有人說要看什麼東西啊 銀角大王看過了嗎 獅蛇 獅陀 獅陀王好像有人想看是不是 金蠶者 轉世 金蠶者轉世有人看過嗎 我們先看一下獅陀王好了 沒看過 獅陀王 哎呀 獅子跟駱駱駱的綜合體 有什麼笨動啊 被瘋火輪擋住了 哈哈哈哈 獅陀王 他那個一個獅子的頭 然後嘴巴上咬了什麼東西 好像是掉一根煙是不是 然後 脖子後面長兩隻腳 哦 那拿雙刀其實還蠻帥的 這個刀好帥啊 這個聲音 不是天堂裡面 打那個誰的聲音嗎 天堂裡面不是有打一隻怪 不是打斐斐 這個聲音好噁手 這個聲音是誰的怪 妖魔鬥士不是 多羅啦 欸不是 多羅是火頭耶 完了完了 想不起來了 想不起來了 啊你們能不能知道這到底什麼聲音啊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啊 好噁手喔 真的想不起來啊 狼人 狼人 狼人啊 我想起來啦 原來是狼人的聲音 狼人被打的聲音啊 哈哈哈哈 為什麼我玩一個方舟 要想天堂的事情 啊 啊 好像沒什麼功能了吧 他就是拿著一個 雙手劍 按C劍 啊 這是一隻沒有C功能的 呃 什麼陀 陀螺 啊 喔 陀 司陀獸 欸司陀王 喔感覺還蠻屌的 我把他放旁邊 往這邊走 喔怎麼感覺我們這個模組快要介紹完了 差不多了吧 沒關係 我們再來看一隻 還有什麼 再來看看 噁 金蠶子轉世是什麼東西 明明就唐山杖在那邊 金蠶子轉世 這還我想到 隻狼裡面的 哈哈哈哈 那我想到 那時候在玩隻狼裡面的那個佛 啊 少林式的人 啊你就 你就唐山杖啊 你在那邊裝 右鍵沒功能 C鍵 更沒有功能 按錯了 沒事 哇這只有左鍵喔 唐山杖能力那麼爛喔 啊金蠶轉世捏 金蠶轉世 你金蠶轉世 你只有一招 這樣可以 而且你後面怎麼會有一個很大的這個 這些什麼東西喔 攻擊 可以啦 還有38萬多啦 還行還行還行 我覺得可以啦 不過呢 他們的血量 每一個應該都突破天際吧 我看一下 這隻的血量 對啊 這突破天際 如果你要開個什麼BOSS BOSS對抗賽 我覺得光打這三十幾萬的血量 打三小 你自己看 仔細看一下他的血 又有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 一億 七十九億 喔這個如果開個對戰 當然是血多的贏啊 這不用講的吧 喔之前看到他有人說什麼用漫威模組 來對抗這個 我真的覺得不用什麼漫威模組了 你自己想想看 我們那時候在拍漫威模組的時候 每一隻 英雄的攻擊力都嘛 是破譯的 這個不用玩了 絕對不用玩 這一看就知道大事已定了啊 對不對 好像可以打 哈哈哈哈 好 勉勉強強能抽一隻看起來比較 比較 比較強一點的 烈焰吧 不好意思 烈焰吧 我的錯烈焰吧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非常的抱歉 我不是故意的烈焰嗎 好 我要把我要把他帶回去排排戰了 接下來應該剩沒幾隻了吧 我覺得下一集應該就可以把這個模組全部都 看過一遍 之後就要換下一個模組了 不過老頭是有找到一個模組了 其實還算是可以 叫這個是什麼 火影忍者的模組喔 但是老頭火影忍者沒有看完 所以說我不是不知道玩了之後會不會 有什麼地方說錯 又怕會發生像上一次的事情 打掉 不要在那邊跟我玩 你別在那邊跟我玩 你在那邊跟我玩 欠照 好吧 算了 我覺得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了 我們今天一次召喚的四隻我覺得也夠多了吧 好不好 下一集呢看各位還想看什麼 一樣在下方留言 不過也差不多了 我是有點打算在下一集直接做個完 完結 就是把它做個結束 我們來裝新的模組來玩 好不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 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JSCO再見 拜拜 Grill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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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